你好 我們有GNMAN 大家早安不安 晚安全日安 歡迎來到神芒第一線 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不好意思,今天有點遲了一點 因為有其他事情之前正在做 忘記了時間已經到了 先說句不好意思 第一件事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在蘇格蘭的都柏林 很嚴重 其實呢 最初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就是在都柏林的市中心 發生了一宗懷疑持刀傷人案 有五個人受傷 五個人裡面有三個是小孩 為什麼會演變成騷亂或者暴動呢? 這件事其實就是 右翼的份子 極端右翼的份子 借一些借傷成毒的 其實那群極右的人反對什麼呢? 就是反移民 他最初的時候就是示威的 示威這件事呢 最初當然是有些和平示威 不過很快就暴力了 因為很多示威者其實是蒙著臉的 他就向當地的警察 叫加達 就扔水瓶 然後呢 警察有防線的 他就扔煙花 那煙花怎麼來呢? 因為他們有 Guy Fawkes Day 11月初的時候 他就有煙花 還有就是 示威者放火燒車 很多車都被燒 有巴士 如果我們看到的照片 就是除了 現在畫面那裡 封面那裡 警察防線拍過去的 那是燒車 私家車 另外就是巴士 電車那些都被燒 其實很嚴重 他們的傳聞就是 說遲刀傷人的那件事 這件事一定要說是傳聞 為什麼會搞到有這些事發生呢? 就是他傳說 這件事就是 那些 伊斯蘭教的人做的 他是這樣傳的 傳聞就是這樣 那麼 警察當然就說 現在這件案子還在調查中 你在調查中 你已經搞示威了 那麼警察就說 他們這些極端右翼的分子 的暴力行為就可恥 那麼就呼籲民眾冷靜 其實很難冷靜的 因為有三個小孩受傷 其實那些極右的人很聰明 當你的社會 或者一些極端友 有些 很有問題的東西 他們借傷成毒 借一些東西來搞你的 一定是這樣 那麼 那麼 警察就說 會將犯事的人承之於法 那麼他也說了 不要輕信謠言 那麼 愛爾蘭政府呢 他有譴責這個暴力示威 那麼司法部長 他又出來說 他就說 不會容忍 有人利用這件事 去 製造 更多的破壞 這件事 現在是亂得很厲害 其實還未完結 其實是還未完結 那麼其實 究竟是甚麼人搞得那麼厲害呢 其實是有爭議的 不是 不是人人都同意 是極右的人做出來的 因為他 他 拿刀刺人那裡 其實就是有一個 年輕女 和一個三十多歲的大姐 他受了重傷 然後還有三個小朋友 那麼 愛爾蘭警察局的局長就說 這些是極右翼意識形態驅動的 瘋狂流氓派系 Lunatic hooligan faction driven by far right ideology 這是他的原話 他就叫人們不要相信社交媒體流傳的錯誤訊息 那麼 司法部長Helen McGanty 他之前有說到 這件案子有 殘酷和操縱性的因素 究竟是甚麼人做呢 其實我懷疑 就是跟小孩子有關的人 可能認識的 但是 現在搞到 這樣暴動 就是Thugish and Manipulative Elements 他其實本來 那件案子 就是那個年輕女孩子 和三十歲的父女受了重傷 再加三個小朋友 本來是一段慘劇來的 不過他就 做了嚴重的破壞 愛爾蘭的總統 Michael D. Higgins 他就說 他的心和每一個受到今天 可怕襲擊影響的兒童和家人 他當然沒有辦法 他一定要說這些 那麼 愛爾蘭的總統就說 特別關心 五個女孩子 以及照顧他們的工作人員 都是醫院 為他們每個人祈禱 希望他們可以完全康復 這是之前用刀的攻擊事件 其實這件事是警察會處理的 因為他們已經說了 是Gadai會做的 就是愛爾蘭警察會處理 其他 就是有攻擊社會包容原則的團體 利用了這件事或者濫用 是要譴責的 這是愛爾蘭總統所說的 大家要相信法治和民主 當地的警察就拿了一些防暴盾 驅趕一些暴動盟友 有些媒體到現在都說他們是示威者 那這是什麼媒體呢? 就是BBC 其實很明顯這件事已經是暴動了 其實燒車那些已經是暴動了 不是,他... 很可笑的 BBC到現在都說他們是示威者 哈哈哈哈 就是... 其實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街上現在仍然有防暴警察 不過呢 很可笑的就是 其實這群人根本不是爭取什麼 有一間賣球鞋的店舖被人劫了 那一條街就叫Oconnell Street 那一間是Food Locker 有人衝進去搶鞋子 很瘋狂的 那麼... 這件事呢 還有實時的更新 那麼現在呢 他們... 這個... 警察... 愛爾蘭警察就說 現在街上就恢復平靜了 過去一個小時裡面 持續混亂的報導就不斷出現 就是說這兩人持續混亂 其實應該已經結束了 因為他們那裡 現在應該... 是... 我認為沒有搞錯 應該是... 晚上也挺晚的時間 那麼... 這個都柏林的巴士業者就確認了 現在所有服務都暫停了 那麼這件事什麼時候會查到 究竟發生什麼事 要一點時間 就是... 沒那麼快可以查得到 尤其是那些... 搞暴動的那些傢伙 他搞暴動的那些傢伙 他又是用那個社交媒體 又在Facebook那裡做一些假消息 他們做一些假消息的 那麼... 當然這件事當然是嚴重的 你說有人為什麼會借這些東西 其實... 有... 伊斯蘭的移民的地方 那些伊斯蘭的移民是很突出的 其實在西方國家很多都是有這個問題 他們很突出 又融入不了社會 尤其是第二、第三代 那麼... 他們當然... 融入不了是雙向的 社會又不接受它 他們有些東西也... 就是跟社會格格不入 那麼... 然後當然有些右翼分子又會利用這些東西 那麼... 他們最重要是... 有機會賺食而已 那些極右翼的那些 尤其是... 還有... 裡面一定有些人... 其實根本... 沒有什麼相信的東西 其實有些人是... 他們是自在... 是掠水的 一定有些人是... 那麼KW王又說如果在英國發生 BBC一定會說是暴徒 那就... 不敢這麼說 BBC很有趣的 他們... 他們報的東西是... 很好笑的 就是... 那麼... 警察... 他們當然一直都想澄清 就是... 叫人們不要聽社交媒體流傳的錯誤訊息和謠言 那些謠言呢... 我找到一些... 就是... 是跟... 這個... 伊斯蘭有關的 伊斯蘭的... 移民有關 他們就叫做Asian 那... Asian就不是說... 我們這些遠東人 他們就是... 主要是... 英國外爾蘭都是Asian 最主要是說... 印巴的人 他們就說是... 伊斯蘭的... 信伊斯蘭教的Asian 他是這樣 這件事很瘋狂的 其實是很瘋狂的 喏... 嗯... 外爾蘭他們的警察局局長 他... Drew Harris 他有... 相差的那些暴徒 今天... 即是今晚他們那裡 暴力場面是可恥的 是... 徹底瘋狂的派系受極右意識形態的驅動 其實極右是很瘋狂的 那麼... 當然... 最初這件事就... 其實就是在下午... 即是當地時間下午的時候 應該是發生的 如果我沒有搞錯 就是當地時間下午 就是... 刀柏林就有人... 就是拿刀去襲擊人 其實是很... 很瘋狂的 就是... 為何會有這樣的事 其實現在還沒查到的 其實... 他是拿刀的 接著五個人受傷 接著就... 就... 暴力場面 其實有很少的事情... 如果社會有些事情不妥呢 有很少的事情就可以點燃到... 一些人的不滿 出來搞這些事情 好彩的事情... 我就告訴大家... 就是香港好彩的地方就是... 最瘋狂的那群人... 很多都走了去做BNO人 所以... 我看到一些報紙報道說... BNO人找不到食物的那些... 其實... 這不是什麼壞事來的 就是... 我也要說... 就是他們... 有很多本身就是... 搞亂檔的人 他們走了去英國 這件事就是... 他們短時間都不會回來香港的 就是... 起碼是斷鼓的 就算是有問題 他們要回來香港 他們也可能會醒來的 如果他們不醒來 他們說要回來香港報仇 那麼... 就算他回來香港報仇也好 香港的警察就可以... 我認為是... 完全足以處理這些問題 因為其實... 昨天... 我看到... 香港最大報都有說... 就說... 喂... 那些BNO人... 有一半找不到工作去做... 這些事情... 那麼... 其實這些是正常的... 如果他們... 你留意一下... 那個BNO 和PNO 組國的人是甚麼人... 起碼有一半... 是... 我看法是... 那些... 最極端的人 最極端的暴動有... 那些人找不到工作去做... 我覺得很正常的... 老實說,他們對香港有點不滿 但他們去到別人那裡,他們都繼續捏著對政府不滿的事情 拿著在手上,充滿仇恨,很難找事做 說實情,有些事情是要放下仇恨的 在英國,另外找到工作 可能保守估計就是三分一去BNO組國的人是專業人士 保守估計就是這樣 剩下的有些人是退休,他們就不計算了 半數沒有工作,一成是財政惡劣,也不是真的很多 如果你說是惡夢,我就覺得不可以這樣說 他們去到一個地方去體驗一下 他們所謂的民主自由的地方 他們去體驗一下 其實民主自由是有代價的 我也早就跟大家說這些事情 他們那些人走過去的時候,我已經說了 你要想清楚才移民 這個代價就要看看是否可以 自己能否承受得到 那... 說到這裡,其實就差不多了 那...Winson 巴勒拉就說極端有和極端宗教都是水火不容 但是... 外爾蘭他們有極端有的土壤 其實他們是有極端分子的土壤 還有... 還有就是... 他們嚴格來說,外爾蘭也是有宗教問題的 有些事情是很保守的 他們... 如果有人來... 即是有外面的人來... 第一個反應就是欺負港 第一個反應 第一個反應就是欺負港 所以曾經想起... B&O2代融入就出大事 那不會啊 我的看法就是... B&O2代的人 是可以融入到英國社會的 因為... 其實... 融入英國社會都不是... 他們先走... 即是B&O2代 我自己也有些親戚在英國的 他們... 都是融入了的 因為...如果九十年代移民的人 其實是融入了英國的社會的 當然... 有很多生活習慣的那些不會一模一樣 但他們起碼可以接受到... 英國人做什麼 那些... 那些做事的方式是可以接受到的 那... Anjali Maccher說 同意給年輕人出外試試 讓他們知道外面世界並不是想像那麼理想 其實他們去英國不是... 什麼壞事 其實對香港也是好事 其實... 我覺得... 英國開了B&O visa 其實... 某程度上... 不是全部是好事 但某程度上是減輕了香港的一些壓力 尤其是最極端的人 最極端的人 他們想離開就讓他們離開 留在香港也沒有意思的 其實是 那... 那... Happy Day就說 外爾蘭治安不好 他去了兩次都不喜歡 那... 其實很多地方的治安都不像香港那樣好的 就是... 如果你... 用... 治安好是香港做標準 那... 很多地方的治安都不好的 那... 就是我講過實情 那... B&O visa 今天是24號 不是23號 寫錯了 嗯... 這個我... 稍後會改回 好了...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回來會講講其他話題 在這個聰明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作曲 杨栋梁 作曲 杨栋梁